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应该有点紧张跟担心吧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大家知道我们这次也可以看到彼此 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光行走的速度很快 它每秒可以走三十万公里 所以没有人追得上它 但是视列有素的魔术师 也许可以抓到光 控制它 跟它一起玩 但是光也非常的调皮 不喜欢被我们人类抓到 你们知道吗 光从来都不是单独出现的 只要有光 就会有我身后这个影子 我也是因为认识光 才慢慢进入到影子很神秘的世界 有一天我走在路上 看到有人拿着一根风车 于是我对着风车的影子 轻轻地吹了口气 如果我用手会怎么样呢 如果动影子可以控制物体 那到那个游乐场 看到卖气球的叔叔 我是不是也可以拿起点刀 捉弄它一下 如果哪一天 我的好朋友生日了 我也很想要 借有影子的力量 来给它一个生日的惊喜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都很害怕自己一个人去睡觉 因为我很害怕影子是不是 是活的 在我的梦里面 害我做噩梦 如果我可以控制影子 是不是也可以伸手 就抓住那可怕的噩梦 抓住我们内心的阴影 我要把它们都收集起来 放进我家那个小鱼缸里面 今天 我想要让这些可怕的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消失 谢谢 谢谢大家 你有反场的节目吗 反场是 就是再来一个 有 其实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好 其实我很想要 邀请一位评委到台前来 跟我一起体验一下影子的魅力 不知道哪一位愿意 来吧 江文老师 那江文老师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那请欢迎您到台前来 我拿什么东西去啊 您人来就好了 那你得选我啊 我已经选了 我已经先推你了 你先下去表演啊 一会儿我们上六环街 您去 老师 其实每一样物体 跟影子之间 都有一个非常神秘的连接 万一我还给你戳破了 怎么办呀 我都不担心 老师不用害怕嘛 我可以真看出来 你看得出这个影子 其实是一个四次元的通道嘛 我这样讲很玄对不对 我先跟你玩一个小游戏 你就会明白了 我有点紧张在这儿 帮我盯着点啊 不要太眉了 我要请你想一个 魔术的手势 专属于你觉得很没有魔幻感 像是轻轻地挥动一下 或者是撒一支魔法粉的感觉 那就这样 那就这样 好 那这个就是姜文老师的魔法手势 那袋子里是什么呢 其实我刚准备了 好 两个杯子 空的袋子 一个杯子是要给老师的 那我要请老师拿好这个袋子 确保没有人会去动到它 好 我或者任何人都不会去碰到它 把它拿高 还记得我刚才说 影子是一个四次元的 魔法的通道 这个通道平常是不会开启的 只有今天 由姜文老师摆出你 厉害的魔法pose的时候呢 最大会开启 三秒钟 而我要在这三秒钟之内呢 伸手进入这个隧道 进入袋子里面 把我们两个的杯子做交换 现在就算杯子交换 我们杯子档一样分不出来 所以 扁掉的杯子 姜文老师完整的杯子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魔法动作 完成交换 姜文老师的杯子在我手上 那我刚才拍扁的杯子呢 来帮我打开来 我都不动到 看一下是不是我刚才拍扁的 打开来 给摄像机看 消失了 老师好幽默啊 谢谢 谢谢 也谢谢姜文老师 你失了厉害的魔法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 你们没有自己下串通的吧 其实我也会变魔术 你刚才我变的 他配合我变的 咱俩算成功吧 成功 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你在那站着 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而且我偷偷看了一下 是好的 反正你都不能透露 那我选你吧 我第一个选你的啊 其实我 我一直很想要选 就是佳玲老师 因为 真的吗 真的吗 对啊 因为 在台湾就是到处都看得到 佳玲老师的那个广告 好 那你就不用选了 你就选我好了 我是给你当托儿小老 我们都看得太入神了 你真的让我们 非常的赏心悦目 尤其是你的声音 你刚刚身上有没有发麻 他的声音很屌 介绍一下吧 我叫陈冰倩 我来自台湾 然后 其实我是一个 非常不会说话的人 这一场表演 其实是我很小的时候 关灯睡觉的时候 我们家门缝 就是稍微打开一点 会有一个光透进来 那我就会伸出了 手到光那边 就是会有摆出一些手影 就是我就想说 我不知道 是我的手在控制影子 还是说 也许以影子的角度来讲 他会觉得 其实都是我影子在控制你 然后我有一些 胡思乱想的 天马行空的想法 我都很希望 就是可以通过表演来 跟更多人分享 倩倩 其实我也是一个 不太会说话的人 看出来了 我刚才被你的节目 深深吸引了 因为之前我们 所有对魔术的认识 都是男性的魔术师 他们非常具有掌控力 在舞台上 我第一次看见一个 这么瘦弱的女孩 然后在舞台上 用女性特有的魅力 控制了全场 让所有人 进入了你的魔法世界 我虽然不太懂魔术 但是我会欣赏 你这算 你这算不会说话的人 说的话吗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我觉得大瑶说的话 特别有道理 会欣赏很重要的呀 很重要啊 很重要 真的 如果你加入我的团队 我可以当你的模特 你跟着自己 第一个感觉走 倩倩 你跟着你自己 第一个感觉走 别让别人影响你 你到底选不选人 对对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说两句啊 我不是要忽悠她 我是说 确实魔术师有男有女 江文老师这招叫欲情故重啊 你要小心 对 孩子 纠结对你是 不好的 但是你是个不纠结的人 我早就看出来了 所以我们说什么 其实对她影响都不到 如果 那你就别说了 你就别说了 别选错啊 选错你会后悔的 真的别选错 跟着你第一心愿走 别纠结了 快到我的碗里来 快到我的梦里来 孩子啊 别纠结 我的选择是 刘佳玲老师 谢谢 祝贺佳玲老师 从江文姚晨手中 抢下来自台湾的欢迎一场 谢谢老师 这个太惊艳了 打破了我传统对魔术的一个看法 非常的好 我想我一定要把它打造的更加特别 让更多的人知道它这一种充满柔情 但是非常有杀伤力的一个魔术 我有一些想法 可是我还没有想清楚到底要怎么串接在一起会比较好 所以可能回去再想一想吧 真的好希望它到我的团队 你好希望它跟那个 你会觉得它的这个风格很配合我吗 是不是很漂亮 是 下一个 导师抢人大战 愈演愈烈 刘佳玲导师齐开得胜 掌握两组实力选手 姚辰导师不甘示弱 成功抢得一名选手 进入姚家园战队 而江文导师摩拳擦掌却履造实力 面对如此局面 他能否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奔回一局 好的 在后边 下一个 让我们继续期待 我叫张靖来 来自山东德州 我是一名杂技演员 因为我练的是一个倒立的项目 也很少和别人合作 朋友也特别少 不过每天当我练功特别累的时候 我都会回去 给我哥哥聊天 我觉得他比我成熟 总能在生活上给我一些指导 今天来到招牧者的舞台 就是希望 我能让我哥哥看到我的成长 我准备好了 我跟着一个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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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在一边 我跟着一个吻 从小我一边 你不见 屁搜 你不见 我跟着一个吻 我是你 你总是那条眼影 为什么爱我总不放晴 可在风雨中看见你 你说你始终没泪滴 可我要和你穿在一起 我知道你也没大力气 你说你是哥哥 我是你 你要为我这份当主雨 灾难的路也要在一起 一心找到人生的路径 我有你这哥哥在心里 我也为你这份当主雨 想说的话永远说不尽 祝福的情 兄弟的心 我为你这哥哥在心里 我为你这哥哥在心里 你说你是哥哥 我是你 你要为我这份当主 灾难的路也要在一起 一心找到人生的路 一心找到人生的路径 一心找到人生的路径 想说的话永远说不尽 如果你怎么会在一起 我为你这哥哥在心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休息一下 缓口气很累的需要喝口水吗 要不把衣服穿上不冷吧 没事没事 你学过表演吗 没学过表演 但我看你的杂技跟你的表演结合得非常的完美 是 我觉得有国际水平 谢谢江江老师 我们刚刚看见了一场丽宇美的完美结合的表演 整个的表演的过程中也非常的投入和动情 你看你选择的这首歌作为你的背景音乐是有什么故事吗 这个节目其实就是兑现我跟哥哥之间的承诺 因为我练习的是一个倒立的项目嘛 他要每天头朝下脚朝上 觉得特别的枯燥乏味 一天特别累的时候我觉得很少和别人说话 也很少和别人合作 朋友特别少 我只有我哥哥一个亲人 我练功训练特别累的时候 我都会回去 给我的哥哥说一说我练功的情景 他就跟我的知己一样 我有什么事我都会跟他说 他是你的精神支柱 对 之前我曾经答应要带他来北京 但是哥哥在十二岁的那一年 得了一种病 叫白血病 哥哥得了这个病之后 不能出门 甚至冬天的时候特别怕冷 所以一直在家里待着 他又在网上通过网络来赚钱 我觉得哥哥在我的心里特别的伟大 特别崇拜 那你今天带哥哥来了吗 他来不了了 因为也就是在去年吧 八月份左右吧 哥哥已经去世了 我希望你早点放下 因为你说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谢谢老师 即使哥不在了 我也要继续在这条杂技的 道路上我要走下去 因为杂技现在就是我的希望 你先找到人设的路径 你做的挺棒的 谢谢老师 我要你这个歌在心里 我也为你这方当主意 想说的话永远说不清 手足的挺 兄弟的心 那选择 我们三个人当中 你最喜欢谁啊 没到选的时候呢 知道 我先问一下嘛 别浪费嘛 上面四位评委老师 就姜葳老师一个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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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不会选姜葳老师 那太好了 那实在的 那我有希望了 那我也有希望了呀 他们的选手都挺多的 我反正往前推你 我给你点一赞 你看得办吧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的表演 谢谢老师 如果你加入我的团队 我们可以用更新颖的方式来展现你 还没有让大家看见的那一面 我希望你更完美 谢谢老师 不不 我觉得你还是挑我 孩子 别纠结 你愿意跟谁一起照梦 我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姜葳老师 姚晨老师 好 客人 utmost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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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